這個朝廷的狗賊, 貪財保釋 殺了他, 等於替天行道, 為民除害 盜庭哥… 盜庭哥… 盜庭長, 盜庭哥在那邊 是 不禁止, 跌倒到坑裡 不必你先出來 盜庭長 盜庭哥來, 盜庭哥來 沒事吧, 盜庭 你沒事吧? 我過正了 盜庭哥, 大件事了 快馬回報 說有刺客闖入軍營行色 趙上趙將軍 連個桃都被人砍下來 我原來是真的 甚麼真的 沒有…你們找得我這麼急 當然袁大人叫我去開大會 然後想想如何出民綁, 捉拿刺客 這裡似乎打鬥過 看來有很多馬匹的行跡 你看, 還有你, 你弄成這樣的身世 沒有… 沒有 還說沒有?你看他們倆勒兵器 是不是他們打成這樣? 胡說, 連你們也殺了 他們也殺了你嗎? 你知不知道殺官府的人很大罪 不…他們哪想殺我 他想殺瓊面賊就是真的 瓊面賊英寶? 漢爺是遊俠, 他是專抱打不平的 他看見我們佩縣周圍的幾十條村 連連被人洗劫一胸 他就替天行道, 收復了櫻部 好, 那個圓圓圓的東西是甚麼 看甚麼看 剛才行爺和我瓊面賊大戰幾百回合 真厲害, 真是飛沙走石 風雲色變, 拖個瓊面賊一招 對過來, 幸好項爺一個大車身 跟著就起腳踢 這是甚麼?這麼像人頭 沒事, 說項爺如何威猛 終於收復了瓊面賊 現在他回去解散飛虎寨 以後我們不用為了他而心煩 康爺, 你真是我們佩縣的大恩人 真是保理大了 將來再回答謝你, 我們回去覆明 快走…回來… 袁大人在跟我們, 走… 大哥, 留幫我協表你威勢 先不說出真相 但我始終是官夫人 這件事牽然太狂, 不如留大 絕對不可以輕舉妄動 聽庸子這麼說 那件事真是挺像人頭 束谷, 束谷是真的 束谷?束谷用來踢金, 皮做的 剛才那件事硬滑滑的 還有, 我看他動動動的時候 有些金光閃閃的 那些有錢財主人 喜歡把他們傷金不行嗎? 傷金當然是閃閃閃的 束谷傷金? 當你說得對 但我又看見那個束谷 有些黑黑的東西伸出來 好像無法似的 那束谷踢爆了 豈不是把麵水都凸出來嗎? 不是 你管得救人甚麼都可以 快要大件事了 甚麼大件事? 甚麼大件事? 那就是… 那就是甚麼… 那就是… 說你們都不明白了 你們快就會知道發生甚麼事 那就是甚麼 阿龍 三哥… 三哥, 你說給我聽 三哥, 你說給我聽 反正大家都是一個人 媽媽坐在一起聊聊聊 平時見劉亭長理 總有很多人跟著 就是了 大家從小玩到大 說也不是, 不說也不是 覺得心煩煩就一個人走來喝杯 就是了 有甚麼這麼為難 我不是為難, 是高興 告訴你 我今天真的遇到一個大英雄 大英雄? 他叫項羽, 說你也不認識 他膽識過人, 武藝非凡, 神威嵘嵘 取人頭如取狐頭 真的說你也不相信 我劉邦何德何能 竟然會認識一個真英雄 和大丈夫, 真是三生有幸 暗默 既然是天大的喜事 又怕甚麼人知道呢 我們男人的事女人不懂 英雄一出, 天下將會大亂 真是不知是禍是福 見未知著 劉亭長理也頗有人心 我這種人有甚麼作為 每天都是個朝廷衰, 弄得民不聊生 當我沒說過 這些國家大事 輔導人家說你也不明白 那倒是, 我一個小女子當然不會明白 否則劉亭長也不會放心和我暢所欲言 劉三哥, 原來跑來這裡 我們四處打, 找你喝酒 呂大小姐, 我的兄弟來了 先失陪 來… 飯飯, 看來我們不用慣慣劉三哥 他自己也醉了 走 三哥… 走… 大家一群好兄弟, 實話實說 剛才你踢下山那塊, 究竟是甚麼 出谷 甚麼 出谷 甚麼?出谷? 那東西硬滑滑的, 甘甘的不像出谷 三哥 出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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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小公曹 你清醒點吧?我明明看到那個人頭 如果我沒猜錯, 應該是趙長朝將軍的人頭 你知道日文, 很大件事 你知道大件事就好了 知情不報, 追犯連鎖, 牽連很大 你說了出來 我們兄弟可以跟你想辦法 你們莊作不知, 那就最好的辦法 是不是那個韓羽的所謂? 所以你千萬不要把這件事說出去 韓羽是個大英雄 他真的可以領導群龍 推翻強秦暴政也不定 秦始皇帝滅六國統一天下 而可見其兇徒為良 當今世上 不會有一個人能夠跟他對抗的 你瞞著韓羽的眼睛就知道 你瞞著他的眼睛就知道 他真是能人所不能 連趙大將軍的人頭他都說拿就拿 就知道他不是人的品必勝大事 就知道了 這一層我何嘗不知道 不出三五年之內 天下必定大亂 到時就會戰禍年年, 生靈土壇 受苦的就是老百姓 望子望的就是 大亂平定之後, 方可大治 令到天下大治的一定是韓羽 所以你千萬不要把這件事傳出去 壞他的大事, 答應我 那就好了 Hello, 北美的朋友 快點追蹤北美TVB USA 官方頻道吧 TVB精彩節目片段 每天更新, 隨時隨地 追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